喂,我是吴季星 現在是早上10點23分 今天是1月16號 我剛好今天裝了假牙 所以說話有些大舌頭 我們昨天晚上已經收到好幾個報導 從臉書上來給我的報導 就是台南成功大學 他們有一個新廣場 本來要命名鄭南榮廣 就叫南榮廣場 後來是他們校會議反對 但是有些人是說他鄭南榮的事情 說得完全沒有什麼歷史根據 亂說一衝 所以我們是覺得是不太值得再重述 那些說起來非常奇怪 不太合歷史事實 我以前在1988年10月份左右的時候 我在自由時代出版社上班 自由時代雜誌社跟出版部 其實是同一間辦公室 就是大辦公室、小辦公室 所以我還記得鄭南榮 鄭南榮以前 時常請我們吃飯 他是他們辦雜誌 我們是編從書部 所謂是編228號歷史方面的書籍 然後我是編韓國 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 那本書 那竟然有他製魂 他在 說是韓國 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裡面 有那個金像正 自殺 他在抗議那個 獨裁政權 他自殺 1970年代左右 還有一個是全太醫 也是韓國的工人 他在刺殺 這兩個人 都不是那個 日子上路濟戰 都不是穆斯林 韓國人他們的話 他們不是穆斯林 然後鄭南榮自己呢 鄭南榮他們 假設是台灣長友教會的人 是有人支持 很多以前我也看過 鄭南榮吃飯以後 有高居民牧師 他也去支持鄭南榮 因為長友教會就是混合不悔 所以鄭南榮應該比較接近 基督教 他的信仰比較接近基督教 以前都是基督徒去 假設自己的幫他祷告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說 他自己是基督徒 這個不太可能是回教徒 我看他都吃豬肉 所以說鄭南榮是回悔 是說不通的 我是吳俊鑫 我是想說這樣子 亂講好像太扯了一些 剛剛我們還有人認識鄭南榮 我是吳俊鑫 從台灣新北市新建區發出的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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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家